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如今NBA联盟里的艺人和真是满天飞 不过小编始终相信一个真理那就是有成功就会有失败 有圆满就会有遗憾 显然这句话用在如今的NBA也是在合适不过了 要知道在今年夏天有几名本是非常不错的球员却没有拿到 应该属于他们的薪水 比如小托瓦斯只与绝金签下了一份210万的低薪 诺埃尔上赛季拒绝7000万当合同 今夏只签了一份两年340万的低薪 还有上赛季的定薪球员今年居勇士签下了一份530万的中产合同 不得不说他们的签约多多少少都会让球迷感到有许多的遗憾 甚至也可以说球迷对于这些签约非常惋惜 但是相对于这几名乱戏的球员而言就在说前连 蒙又报到了一则更让大家非常吃惊的消息 这则消息就是据NBA记者Eric Pincus 报道 贾希尔奥卡佛和提胡签订的两年合同中 第二年微球队选项 不过第一年150几万的合同中只有5万受保障 如果执行第二年选项 第二年保障金额为5万4323美元 不知道大家在看到这则消息之后有一个什么感想 不过小编在看到这则消息之后是非常震惊的 虽说奥卡佛在最近两个赛季没有得到联盟的认可 甚至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要知道奥卡佛以炭花的身份进入联盟之后曾证明过自己 尤其在进入联盟的第一个赛季 奥卡佛更是给联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所以说对于这个只有23岁的年轻球员而言 只有5万元的保障合同确实让人非常不紧 在这里小编给大家算一个账 库里新赛季年薪 将高达3745万美元 而NBA的常规赛只有81场比赛 这也就是说库里没打一场比赛就能够拿到46万美元 相反我们再看看奥卡佛新赛季的保障性合同只有5万美元 所以说在看到这样一个数据对比之后 小编想说的是人比人只是气死人样 除了小编有这种感觉之外 也有许多球迷在看到这则消息之后 也是直言的表示道 如果要平坚下最连任的合同 那么一定非奥卡佛莫属 虽说奥卡佛的作用或许并没有多么突出 但是一奥卡佛的实力 也完全能够值500万的中产合同 所以说提呼间下奥卡佛绝对是赚翻了 但是也有的网友直言 奥卡佛如今并不是为钱打球 因为如果奥卡佛要是为钱打球 那么他完全可以加盟一支CBA的球队 这样一来他能够拿到非常丰厚的薪水 但是奥卡佛并没有选CBA 而是继续挣扎NBA 而他这么做的最主要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再次证明自己 希望能够证明自己的实力 已经能够立足NBA